字幕字幕 李宗盛 記得生物滿了朋友 大家好 又是我NASCAR 過了一個暑假 是不是很想念我呢 大家在上學的時候 有沒有記住我啊? 有沒有記住不要緊的 因為我記住你們 好啦 現在我就正式宣佈這個東環線正式完環了 等一下 這個好像是第二季第十五集的東西 然後你們會說 那第二季第十四集呢? 對了 這一集就很特別 為什麼? 因為這一條影片 就會是介紹這個 納斯卡鐵路樂聖加分部 第二季第十四集 和第十五集的車站講解 和行車片段 所以你們會預計這個影片 這個時間會是非常之長的 我亦都希望我自己呢 夠長期講完所有的 所需的資料 因為這次說的車站 都有二十個 有個榮家在這裡 好啦 那我們現在在哪裏呢? 我們先看一下 夜晚 我們現在在這個 沙漏灣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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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二號東環線 和四號新華線的車站 也是上一集的 再上一集 落成的車站 那麼我們今天的行程呢 嘩 真的爽啊 因為接下來的行程呢 就會走完 東環線 我們上兩集 未走過的地方 就是會是由這個沙漏灣站 一口氣會去到 類似 急流溪站 對啦 急流溪站 這裡大概會有二十個站 大概我沒有正式數了 跟著呢 我就會 在急流溪站呢 就會轉車 去一條新的線 就是叫做出台線 英文叫做Egress Line 路線的號碼呢 是19號 對啦 那個是19號來的 跟著 最後那部份呢 我們就會去看這個 二十號橫水線 由 橫大洲 經過 揚州 再去 深湖州的 對啦 那我那時候呢 就第三部份 就會又跟大家介紹啦 好 事不宜遲 我們現在出發啦 這樣我們會由這個 沙漏灣站 開始會 不斷走這個 內環的 方向呢 去介紹 介紹 沿途的東環線的車站 那 要不需要 Refresh一下我的記憶呢 就是 因為 我也不是說很記得 這麼多個站 啊 20個站 是什麼呢 稍後再調整 Render Distance 14 OK 應該可以看得完整個月台的啦 對啦 那我們上去月台之前 那我們就 記一記啦 欸 外環 不對這條樓梯 在哪幾個站呢 OK 讓我試試看 OK 先說好 我是沒有稿 在我手上的 我手上是沒有車站列表的 我只可以靠記憶的 好了 接下來的是 由暖 由暖山站開始 就是由沙楼灣站 跟著去暖山站 跟著就是 美瑞台 仿石園 積布盤 覓湖景覓湖 聞到 念成河 德沙嶺 拓龍南 沙丘陽 忽曉山 茂林東 茂林西 板門 玉華北 火徑州 冰徑州 平衡灣 四份盤 和急流溪 希望我沒有說錯了 跟著我們之後就會急流溪 可以轉出台線去平衡灣和河匯站 對 好 我們現在就在1號月台 我們先教探險模式 不會有什麼意外出現 OK 好了 我們坐車 都是這句 我盡量會在廣播進行的時間 就不會說話的 因為不想有重疊的聲音 列車即將開出 列車即將離開 The train is about to depart 車門即將關上 出門即將關上 The screen doors are closing 歡迎乘搭東環線 本班為內環列車 Welcome to the east ring line This is the inner rain train 下一站 暖山 左邊的車門將會打開 Next station Warm Kern Doors will open on the left 好了 我們現在由沙漏灣站向東出發 OK 這樣 因為這個15個站裡面 就是15個圓環的站 就是第15集 我們先介紹到15集 它所有車站和它中間的走線 都會有一個共同的風格 就是 首先就是高架橋 高架橋 你看到這裡 中間是凸了三甲闊 原本沒有的 就是平時那些路軌 未來那些都是 但是這裡是會有特別的 請小心列車越越台根治空空 因為是一條直線來的 暖山頭 OK 先到站 OK 下車 好 關門 好了 你們看到這個東西就是 咦 有越台吊板 有新的越台吊板 現在又有很多指示板 新式那些 然後就是 對 因為在納鐵發展中 第14集 中期那時候 我也收到非常之多的建議 就是 既然我在舊的車站裡面 都陸續更換這些指示牌 還有吊板 就是這些資訊板 那為什麼在新的車站 不一開始就做呢 這樣 所以 第二 我就決定辛苦一點 不要緊 就是在未來新的車站 一定會 加入這些 已經會加入這些 新的指示板 那 那 那就希望令到大家開心一點 就是 好啦 那我們進回正題 那我們現在在暖山站 就是在15個圓環車站裡面的 第一個 落成的車站 因為我沒有可能會 梅花間竹在那邊 就是 又在玉華北那邊建 然後又在暖山站這邊又建 然後又過去 板門那邊建 不想這樣 因為這樣會令到 然後我起站那個 次序會弄得很亂 對啦 其他人乘車都很亂 對啦 所以我就打算 一個方向搞定了 還有順便 在這個 MD的數字牌 就是我現在 放大那個位置 對啦 會安排得好一點 因為那時候 外環那邊的方向 但是都會去玉華北那邊 是沒有 未定數字的 對啦 OK 那15個第一個車站 完環呢 那我打算呢 就想玩多一樣東西 你們可以留意一下 就是這15個車站裡面 沒有一個車站是用同一隻顏色的 在Minecraft裡面呢 鎖定的顏色呢 就是如果它是有色彩的 材質的話呢 它是有16隻顏色的 那 我就當玉華北是一個 雖然它在第14集那時候落成 但是它就佔了一個 它那個是紅色來的 那我們這個暖山站 是黃色 那我們就可以繼續 留意一下其他車站的顏色 其實是不會撞 亦都可以切合到那個主題的 又不是亂兜的 不過我覺得有點巧合啦 不過我不相信這麼多巧合啦 OK 暖山站呢 是一個高架車站啦 你見到啦 所以現在我們在大堂那時候 在地面的 那它拿了黃色啦 一對的質色月蹄 是不是 大家都見到 還有你們見到的風格呢 是有一點點 有這個 我忘記了 安山岩 好像是 跟著 搭著這個的 黃色羊毛 這個就 由這個站 和那個玉華北站 稍後你們會看到的了 就是奠定了 然後來到東環線 其餘車站 圓環那時候的 基本的風格 OK 對了 那這裡你見到很多指示板 基本車站設施 和進階 你也見到啦 樂醒加咖啡好像不見到 好像見不到有 不過廁所也有的 對 不過大家記住不要入錯啦 對 OK 好 那個另外一邊看一下 先 因為都要找回那個 車站控制室的位置 我想應該不是這一邊 那裡好像是出口來的 對 那車站控制室在哪 啊 是廁所對面 就是 唉 忘記了 對 在廁所對面就是 車站控制室很快 所以就在那邊 就 有時候在車站前後的 就是視乎大堂有沒有位 有位就放在中間 沒有位就放前後 就是這樣 就是多數都是這樣 對 因為這個站 這個站就 空間感就好一點 就是比較光芒 就是 還有一些使用的暖色 暖色色彩 那 所以這個站 暖衫配分 黃色都 我都 認為都幾 幾 配合到的 對 那我們沒有答錯方向 我們現在是內環的 看清楚 OK 跟著就 我們上車 跟著我們下一個站 就會去美穗台站 dale子 列車即將開出 列車即將離開 The train is about to depart 車門即將關上 出門即將關上 The screen doors are closing 放開 歡迎乘搭東環線 本班為內環列車 Welcome to the East Ring Line This is the in the rain train 下一站未睡台 左邊的車門將會打開 Next station, Comet Terrace Doors will open on the left OK,現在我們由東面就轉向北面 跟著就會圓環 不是,沒那麼快 因為還有大把 還有很遠的路才圓環 其實當環線圓環可以很快 但我選擇了繞遠一點 其實繞遠一點 我都覺得可以跟更多的車站 即未來的路線去做接駁 即是新的路線 例如有些速管 有些標準 部首估計都有兩條到四條 OK,我們到美水台站 車越越台間之空規 Please mind the gap between the train and the platform 這裡大大隻字寫了美水台三個字 沒理由看不到 老花體來的 還要用上送體 即是名體或者叫做 這樣會容易些認 即是 比較上是容易些看 OK,對了 美水台站 你看到這個是一個 等等 我們剛剛在暖山站的高價Y等於80的地方 即是79到80 好了,美水台站 已經一樣 我們看右邊的小地圖 都是寫著高度 即是79到80的位置 但這裡是一個地底車站 為什麼呢 其實原理跟西環線的高門站完全一樣 是因為它是位於一個熱帶草原的高台的下面 因為它在下面呢 就算你在Y等於80這個位置 它的面積夠大 你是真的可以在裡面用一個 即是 即是 就算是一個NR站 都可以變成一個 完完全全的地底車站 所以美水台是一個地底車站 很多人以為呢 咦?東環線是不是 即是圓環那15個站 全部都是高價的 那這個站就推翻了 我無意推翻的 因為有一陣子 因為經過這個位置真的要做的 好了,那美水台站 都是一對質色月台 下面 用的顏色呢 你們記住了 第一個就是黃色 現在我們 美水台這個呢 是紫色 有紫色是有幾個原因的 第一個原因呢 就是對比色 很明顯 黃色對紫色是一個對比顏色 剛剛好是相反的 第二個原因呢 就是個站名 美水台的瑞星的瑞字 好了 那瑞星的瑞 那有什麼理由 讓你想起紫色呢 其實是跟某一套電影有關的 不過就算是跟那套電影有關 瑞星給我的感覺都是紫色 因為多數呢 在一些夜晚 就是在 在黑夜那陣子出現 那黑夜那陣子 我多數都是 不是想到黑色呢 就是想到紫色的了 那黑色我想用在另一個地方 那所以我這裡呢 是用紫色 來做這個 車站的襯色 就是財政顏色 和本身的套色 都是用它的 看到這個大堂呢 是一個 就是 一個開放式的大堂 那就是這裡 一個間隔呢 就做完所有事情 包括是 有閘區 就是有閘機 大堂的設施 和月台的接駁 都在這裡搞定了 就 雖然我也知道 其他大堂也是 但是這裡更加是 還有這裡 用了樓氏型天花 就是 前後那個位 那就 有一個比較好的空間感 在這裡 還有如果你在小地圖 看到呢 看到這個站的 其實 它的站的天花板呢 正正是一個 一個瑞星的 像素畫像來的 那 我和另外一個 朋友 幫忙設計 我也有份 我的朋友 幫忙設計 美花 它 那 它 天花板 就是另一個特色 不過就這樣看不到 所以如果你們想拍的話 就自備 航拍機 不過minecraft有航拍機 才算 或者你們自己做航拍機 OK 那這裡 那大堂兩邊 是因為 都是在集區裡面 還有就是沒有集機 還有沒有出口 所以我就 進用空間 一邊就拿到洗手間 你看到男女 那對面呢 就是車浸控室 你看到 對 然後 將來這裡 如果發展的話 這邊的出口 會繼續用 那對面呢 也有預留的位置 去做更加多的出口 和集機 OK 事不宜遲了 那我們要繼續去 因為 我們真的要講很多個車站 如果每個站 都可以 都用以往的速度去介紹的話 我想就是 大家今晚都不用睡覺了 那我們快點 列車即將開出 列車即將離開 The train is about to depart 車門即將關上 入門即將關上 The train doors are closing 歡迎乘搭東環線 本班為內環列車 Welcome to the east ring line This is the inner rain train 下一站 訪石員 左邊的車門將會打開 Next station Spainstone Plain Doors will open on the left OK 離開高台 所以我們又要 雖然到 出回 阿天橋 一定是這樣 不過 幸好 美術台站 和接下來的 仿石員站 是一條直線 這麼巧 仿石員和美術台 都是側式月台 所以 真的完全全是一條直線 就是 跳路軌 所以 這個車程 所以 相對來說 是沒有那麼 沒有那麼久 車程 是沒有好一點 OK 我們到 仿石員 請小心月台空規 Please mind the gap 仿石員 是什麼顏色呢 如果大家記得 前那集 就是麗湖 大家記得是什麼 是士多啤梨 草莓 不是 是士多啤梨 草莓 是士多啤梨 草莓 不是 士多啤梨 就是草莓 忘記了 是蛋糕 不是巧克力 是士多啤梨 紅莓 OK 不要管 總之是一個 水果 不過這裡 可能就是士多啤梨 因為這裡 第三隻顏色 是會用粉紅色的 粉紅色 再搭橙色 呃 有些少敏感 都不方便說 OK 歡迎來到仿石員站 因為仿石員 和織布盤 兩個都是和仿石有關 其實是 語帶相關 大家都明白 這個 我相信大家都明白 為什麼會想起粉紅色 和 就是會想起粉紅色這個呢 其實這個不是一個非常大的原因 是因為 是一個純粹這個顏色 就是這個 這個 那個主題 給人的感覺 是用粉紅色來做 來做車站 是最好不過的 至少我這麼想 就是我設計這個站的時候 對了 這個站 都是用一個質式月台 剛剛所說的 但是有不同了 這個站的大堂在哪裡 咦 下來了 大堂在哪裡 等等 另外一邊月台都過了 大堂是在 哦 在這裡 先 我們剛剛這個不是地面車站 那為什麼地底的大堂呢 這裡是又有一段估計的 是因為 因為逢親NR呢 就是 我起站的時候 就是 我都會想一想 這個站 有沒有一些 潛在的 轉成的發展 其實你看到這裡 很明顯是有的 因為你看到很多 一些預留的位置 就是你這些 已經想到這些 會不會是升降機呢 就是升降機的結構呢 因為 你們大家健康是這樣的 而這裡不會是樓梯呢 是因為樓梯多數都是這樣的 就是我蓋住了 大家想到 那這裡是不是未來會有一個轉成呢 那我很肯定 回答給你 在這條片裡面回答 就是我在這個專頁裡面 或者其他地方我未必講 是 會的 Yes YES 就是會的 那這裡下面 你未來是什麼呢 那我就不方便講了 都 只會說是未來會有 好 未來會有轉成 但是我不會講 轉成是什麼 就是我不會講這條線 是現有的線 或者是新的線 不會講是標準鐵路 或者是速管鐵路 或者可能是第三款 我不講 是的 我不講 但是未來這裡一定有轉成的 那大家就拭目以待 那這裡就是因為 有轉成 所以我就特地在 在地面的月台 旁邊那條路的底 的地底 建一個 跟地底大堂一樣規格的 就是地底大堂 就是地底車站 規格一樣的大堂 是的 那兩邊的 雜機都有出口 就是ABCD 就是四個 還有這個 還有這個 少量的人潮管制的 通道 就是單向 就是這裡請勿進入 不過不是硬性的 就是你強行進去都 沒有人說 就是沒有人會即時說你的 不過 立脫庫路好像說不給的 所以大家要小心點 不過 這一方面我比較手鬆的 所以就 大家都自律 什麼所謂 就是 我相信你進來的 都不會說太過有字的 就是思想 就是會是有回上下 就是看中文 或者英文 就是至少 就是 不會侮辱你們的 放心 不會 不會 但是 大家是要小心的 這個位置 這裡有一些車站設施 有樂勝加咖啡的 既然這裡未來都是轉成站 這個站都不會說是一個小型的車站 所以 會有 OK 那我們就 繼續 去 搭這個 東環線 去下一個站 是這個 織布盤的 啊啊啊 啊啊 啊 不好意思啊 我這樣走進來啊 我叫你捉我 我叫你捉我 不好意思啊 突然間 那 事實證明 其實你這樣走進去 真的沒有人會說你的 不過你 其他 不過 那些人會說 你做起一個 你可以違反他的 那 又不可以這樣說 就是說這個是 就是 建議你們這樣做 最好不要進去 就是那個位置 就是 別人想離開的時候 你都不想面對面 碰 好 那我們就去 職步盤站 列車即將開出 列車即將離開 The train is about to depart 車門即將關上 出門即將關上 The screen doors are closing 歡迎乘搭東環線 本班為內環列車 Welcome to the east ring line This is the in the rain train 下一站 即步盤 左邊的車門將會打開 Next station Weaving plate Doors will open on the left 好啦 那大家撐住 因為你們剛才聽到 聯山站 美瑞台站 還有剛剛那個 仿石原站 都是開左邊門的 那 即步盤都是左邊 那是不是 接下來所有站 都是開左邊門的呢 那我答我不是 好在 因為 和大家劇透少少 其實都是 大家也知道 就是仿石原站之後 就會由 一個系列的質式 會變成一個系列的倒式 待會你們會看到的 那我們現在就到這個 即步盤 請小心列車 越越台間之空規 Please mind the gap between the train and the platform 來了來了快點 是因為即步盤站 都有一些正東西 好像每個站都是正東西 即是每個站都不同 即是相似得來 是又有不同 相似的地方 就是大家都是東環線的圓圓系列 你看到 有些樣子都是大同小異的 即是一些樣模 在這裡 再加一些好像安生岩的物體 這樣 我們這裡 這個站 即是即步盤站 就會是同仿石原站 用近似的顏色 那裡是用粉紅色 那裡是用粉紅色 那裡是用粉紅色的 那這裡的大堂就 不在地底 就在高架 這裡 即是在月台的上面 那又有一個特色在這裡 因為即步盤 我就想起 是應該有一個即步機在這裡 即步機 根據某些童話故事 是有一個輪在這裡 即是 我不可以說車輪的 即是類似的東西 即是有一個輪盤在這裡 那我就想拿回這個形狀 不過這個就橫躺在這裡 去拿它的形狀來 建一個大堂出來 這也是一個挑戰 因為NR是真的沒有試過做一個圓形的大堂 即是完全是圓形的大堂 沒有其他 那這裡就是 做到啦 這樣 那這裡就是大堂 如果要去月台 就 在大堂的南北面 就會有個缺口 即是剛剛我們經過的那個位置 就可以搭到東環線 內環和外環的 側式月台的那個位置 就是 大家跟回指示牌去就沒問題 就好像這裡是內環 然後走到通道的尾端 就告訴你 哪一個是內環 哪一個是外環 這樣搭回去 OK 這樣 有半 就是這裡剛剛好五五 就是五十五十 就是有百分之五十的位置 就是東面這個位置 就是在閘區裡面的 就是控制室都是這個位置 對啦這個位置裡面 另外那百分之五十就在西面那裡 就是可以落回去地面的 對啦 那就可以落對 其實 話說叫地面大堂 其實這個不是大堂 只是一個交會處 就是有條馬路 剛好就進來這個NR的車站範圍裡面 不過是公家的 個個都可以去的 就這邊就有出口 就是就這樣出口 還有很少會有馬路的出入口 不過這些馬路出入口是開放的 給公眾用的 所以大家是不需要擔心的 這個公家 只會是交給我管理的意思 就是這個位置 對啦 那這裡的站比較特別一點 因為那個 那個盤就出來了 就是那個半徑走出來 不可能只是在一個站裡面的 除此之外 這裡都應該加上個直接的入口 出入口 因為你們大家都知道 你站在這裡 月台在你旁邊 你不凍的那個站 真的很對不起老闆的 所以就算外環那邊對面沒有也好 在內環這邊怎麼都先弄一個呢 這個雖然都是叫了後期加上去 但是我認為是必要的 有人建議 我也同意的 那我這裡就寫上去 直接 直接進來 剛好就是我們要搭的方向 好 那我們看完這個積步盆站 我們下一個站 就是去 沒有反應 沒有反應 OK 有反應 去這個 起了格 遠一點點 啊 密湖景 對了 密湖景站 列車即將開出 列車即將離開 The train is about to depart 今天這個伺服器有一點點 效能上有一點點問題 大家多多見諒 如果再不是的話 車門即將關上 但是 我直接開 The train doors are closing 不好意思 歡迎乘搭東環線 本班為內環列車 Welcome to the East Ring Line This is the inner rain train 我想現在應該好一點點了 不過可能行車時間需要久一點點 下一站 密湖景 Next Station Silk Point Vista 不過呢 這個站是 接下來叫密湖景 再下一個叫密湖 那第一個字 應該十居其九 那些人都不會讀的 那些人呢 就以為是粗口 就是 它這個字 是讀 我講的音 就是讀個係字 就是 有一撇 接著有個密字在下面 但是讀音是完全不同的 那就是很肯定 有些人是沒有查字典的 我講所有東西都要查字典的 那這個字呢 本身是存在的 就是 字典裡面有的 你可以查字典 它這個字是有的 它有它的意思在這裡 那它叫密 這個字是讀個密字 不是讀個係字 更加不會是那個某些粗口的字 所以呢 如果有些人呢 將這個站我搞成粗口呢 我就心表遺憾啦 OK 因為沒有辦法啦 因為我都是 跟著正當 正當的途徑去命名的 就是 不應該想粗口的 就是 車站的名字 就算 就是 就算 這個鐵路是 想記錄我的回憶也好 是我的日記也好 不代表我可以在 這樣的場合裡面 用粗口的 所以這個是 是讀個密字的 MIK OK MIK音 今列車越越台間之空規 新緣 這個站我到站了 不過另外一樣東西要神奇 就是呢 今天的效能真的差 就是有點差 所以呢 可能我今天會用B計劃的 到站先 OK 到 我想這個B計劃呢 就是 可能B計劃呢 就是取消 這個的 行車片段 但是 就會繼續講解的 就是 之後呢 我會用全 正是用傳送的方式 去跟大家講 那些 這裡每一個站的 一些特色 還有一些介紹 還有一些心得 行車片段呢 我會用另外一個片段 那裡 上載給大家看的 就是一踢過 由大都會 去大都會 就是一個完整的環 那這個片段呢 我已經 我已經拍下了 在 在昨天 所以 大家放心 我們現在就 就這樣 實行B計劃 就這樣 介紹這個車站 那行車片段呢 就留給 那個片 留給另外一個 影片那裡做 那我們也可以 省卻一些 介紹的時間 對了 那 覓湖景 和覓湖 兩個自然是 和湖泊有關 不是 湖泊 湖泊 至少我這樣讀 啊 泊車的泊字 啊 不要理了 那裡是和水有關的 所以呢 我就打算 用藍色的材質 來做 來做 顏色 做 做主題 這樣 所以這裡呢 你會見到這裡 是淺藍色 那大家都可想然知道 覓湖鎮會是什麼顏色 那那個就是深藍 等一下我會再講 那為什麼會用淺藍呢 這邊 是因為大家都聽到覓湖景三個字 那有個景字 就是給大家看風景的 那自然看風景呢 那這個場面呢 就應該是會廣闊少少的 那 因為廣闊呢 那你們看到的景色多些 就是有更加多個光線接收 這個不知道是什麼藝科學來的 然後 所以這個站呢 就用了淺藍色 來做主題 OK 那 因為它這個賭色月台 就是它這個賭色月台 我剛剛所講 因為由暖山去到積布盆 是質色 有四個質色 所以接下來我想玩四個賭色 你們可以數一下 等一下 那這裡是覓湖景站 覓湖景站就有 都是一個集區和兩個的 集區以外的地方 那這裡就比較多出口指示牌 就是我們如果是去CD出口的話 就是走西邊 就是有很多清晰的指示牌給你看到 那那邊就是CD 那反過來你可以去AB 你看到樓梯那裡也可以去看 是去東環線的哪個方向 就是內環或者外環 那有一些基本車站設施 就放在左右兩邊 這樣 那 那這個也是 比較上是用一個 用一個空間感的 車站 就是比較著重空間感 就是叫做好一點點 那個樓底不會太矮 就是有默塞恐懼症的 應該都不用太害怕 這個位 不過NR呢 是 對於這件事是比較敏感的 那因為覓湖景和覓湖 都是給你欣賞一些湖 湖景的 所以就會有樂勝加咖啡 在湖 放在有湖那邊的 不過你想看到湖 都不是容易 不過這裡有位 這裡有位 就是要做 在東邊 就是原本我們如果搭得車的話 在覓湖景和覓湖站中間 是有一條叫覓湖大橋 就是我們現在看到這一條 不是很長的 但是那裡中間整條橋 都是一部份信眾要求 另一部份就是我自己都這樣想的 就起一個有代色的橋 大家都是沒那麼悶 所以那裡行車時間就比較長一點 我較慢了車速在那裡 那大家可以在這裡 就是休息一下 在這個樂勝加咖啡 那都是根據這個公式 樂勝加咖啡的對面 怎麼會沒有廁所的 所以就有廁所了 就是這樣解 不過這個的飛襲區又比較大 那大家 那因為都是為了樂勝加咖啡 因為 大家可以不用上去 進去那個站裡面 喝這個樂勝加咖啡 就是這個咖啡 那這個都 就是有這樣想過 OK 那這個覓湖景站 大概是這樣 那我們就去看另一個站 叫做覓湖 就是在東邊沒有多遠 OK 這裏就是覓湖站 那大家看到 我沒有說錯 這裏真的用藍色的 畫叫深藍 有人寄信給我 喔 我等一下回答你的問題 好啦 我會在影片裡回答你的問題 放心 OK 那這個覓湖站 在覓湖景的東面 再東面 在湖的另一邊 其實在湖的另一邊 到 這裏反而是距離的湖有點遠 還有樂勝加咖啡 不過樂勝加咖啡 真的放在閘 它外面 是對著那個湖那邊的 這裏就有 那邊有個湖 那個是湖來的 不是海來的 就是沒有那麼大的 這裏是覓湖站 不是那個音 M字頭的 那個音是 是 都是一個倒式月台 上去給大家看一下 這裏是深藍色 深藍色這邊就是倒式月台 那個樣子就真的像覓湖景 這個是因為一個姊妹車站 就是名字 主題是一樣的 顏色都會相似 大家都是倒式 所以因爲這樣 我才會叫它做姊妹站 不過就仿石員和職務盆軟了一點 但是他們都有個關係在這裏 不過這個就有個關係密切一點 這個叫覓湖站 嗯 OK 一邊就內環一邊外環這樣去 就是大家不會看錯站的了 就是 上到這裏 你可以至少看到下三個站是誰 其餘的站 如果你們想再看的話 是可以去 是可以去NR的專頁 或者 網站那裏 就是有個網址 是給你們下載路線圖的 很高清的 你們可以在那裏 就是對著地圖搭 都沒問題的 是我很歡迎的 對著地圖搭 是因爲 不熟路 就是靠地圖的 對啦 再不是可以上我們的 就是 上住服的線索地圖看都沒問題 對啦 就是覓湖大橋的另一邊 對啦 就是這樣 至少可以看到另一邊 對啦 這個大致上就是覓湖站的 大概的樣子 雖然它的樣子有點傳統 不過 對了 還有一件事還沒說 就是這裏的集機 就不會 就是那些集區 就不會霸佔大堂的一邊 就令到兩邊的非集區去 斷開了 那這裏就不是的 這裏是連著的 就是一個月牙型來的 不過 就 車站控制式就沒辦法了 就放了在 就是一些緩衝的位置 就是在車站的 大堂的兩端的其中一個位置那裏 那裏 那這裏你見到這個位 都是一個常用的位置來的 就是一些候選位置 大概是這樣 那其餘的車站設施就 拿一些空間去放 就是不會損失太多空間這樣 那起碼大家不會覺得迫 對嗎 OK 那這一個就是蜜湖站 那我們下一個站就去 我們裝一下 就算我們用B計劃 我們都上去的月牙看一看 我們下一個站去哪裏 才去傳送 那我們下一個站 就是去文島站 英文叫 Gentle Island 就是溫文爾雅個文 不過又 可能又令你們想到公開事 真是不好意思 對了 那 那文島站呢 就有幾個 有幾件事都想 都值得和你們說的 去到那裏先啦 那文島站 就是 灰色 淺灰色 淺灰色 接下來這幾個站可能會悶悶的 顏色 不過就 我覺得是有個必要的 就是用這些顏色 就是剛好又是這樣 這裏又有些像湖景那些 出口的指示板 每隔幾米 又會提年一次 真的非常之沉氣 不過真的確保到 你不會走錯 就是這個位 那文島站呢 就一看就知道 咦? 嘩? 那個大堂這麼窄的? 是啊 因為文島站 它在哪裏? 它在文島嘛 其實它是一個島來的 那未來的發展呢 我真的想它做一個 圖書館或者書室 就是 就是做一些非常之文青的事情 應該叫做文化藝術青年 我們政治正確 不可以亂講的 就是想說文青兩個字之前 是不要加那個字 就算你可能有第二個意思都好 不要這樣做 文化藝術青年 我不是 哈哈 不好意思 但是我還是起這個站 因為這個站文島這個站 除了它是解文青之外呢 它也是一個紀念人物的車站之一 在這個第二季第十五集的東環線圓環系列裡面 有其中三個站呢 是拿來紀念我的一位恩師的 那會由這裡開始去看 就是文島 文島第一個字 那就是你們可能會覺得 這個是那個老師的姓氏 沒錯 是姓氏 它說了一點點 它是我數學老師來的 雖然它就教過我一年 但不是因為它 我入不到物理班 真的 所以我要建這個站去搭借它 不是建這個 建三個 這個是第一個 第三個是真正的厲害的 我真的敢說這件事 這個站 這個站呢 除了有些所有的NR的設施在這裡 就是 就算 那個車站不是很小 就是叫做小型 但是就 齊全的 設備其實是齊全的 那給大家看一下 不單是齊全 因為 我在這裡再 做多了一個 做多了一個 一個 就是一個書架 就是兩層的書架 在樂勝加咖啡的對面 雖然這裡是有一個父母台 假的 那這裡是 叫做 叫做一個小型的書室 就是給大家拿一下書 看一下 去樂勝加咖啡那裡 一路看書 一路嘆咖啡 多有文藝青年的感覺 對了 那這裡其實有兩層的 就是一些 有些像西式那些 歐綠式那些書架 就是多層那些 所以這裡 是放了上去的 上了一層 不過大家不要跳起 因為只有兩米的 就是在樓頂 兩米多一點 這樣 你們跳起 分分鐘是會撞頂的 我一條就撞 大家看到了 不過好在 Winecraft裡面 撞頂撞頭是不會受傷 這個就好一點 這樣 OK 那這個 還有一個東西 都是那個公式 樂勝加咖啡 對面或隔離點 有洗手間 這個也是真的 這樣也很正常 OK 那這裡也有兩個出口 有兩個出口 出口這裡不用 不用入閘 就可以來這裡 有 有得看書 有得探咖啡 叫做有得探咖啡 那 就是 都 方便到大家 未來都有 如果未來有圖書館 更加好 是不是 OK 這一個就是民島站 民島站看完之後 我們去下一個站 就是 對了我講過 是上月台 是上月台看那個站才再去 不好意思 不過我想我也要記得這件事 民島站 歡迎光臨民島站 OK 不用拿礦車 因為你都不用了 那我們就看看內環下一個站什麼 這裡聞到 下一個是年成何 這個名字真的想到很久 我講真的 這個名字真的想到很久 因為我老師的第二個字 他姓文 第二個字是年字 真是這個年 一年的年 年秀的年 其實本身年這個字就是來自年秀 年秀的名字叫什麼年 這個站就是很難想的名字 何字算容易 但是那個年字就在想著 嘩 那英文叫什麼 叫做year 嘩 叫year 叫annual 沒有 感覺上這些就比較 沒有這麼 有特色 所以我最後 最後 想到這個名字叫做什麼 因為 因為一年我會想到什麼 一年到最尾會想到什麼 會想到修成 就是農作物的修成 所以叫做年成 然後叫做何 叫做年成何 一名叫做harvest 所以這個名字就是這樣來了 就是想到我很久 年成何 那為什麼用黑色啊 因為大家想到 新的一年 什麼時候開始的 一日一日 鬼不知一日一日什麼 一月一日什麼 一月一日的什麼 一月一日的凌晨 凌晨就是黑夜 黑夜那時候 就是黑色咯 不是硬鬆的 是真的這樣來的 還有年秀也是那時候才出沒的 就是這樣了 所以就是 所以這個站用黑色 就是用這個原因 這個站真的 嘩 不是黑仔就可以了 不過這個站 好在月台比較闊 就是整體結構比較闊 大堂可以擠多些東西下去 不但擠多些東西下去 擠很多東西下去 為什麼 因為我想配合這個年成何站 是有修成的意思呢 我決定 在這個車站 放 類似溫室的物體 就是室內的奸狀 處理 這個 糧食危機 不過 處理到多少啊 各個小小的田 對 這個小小 就是 在minecraft裡面 我就抽八個出來 可以種的 吃不吃 是另一回事 至少可以種 第一個 我就見到小麥 wheat 這裡一個最基本的 用來做麵包 跟它 另外一邊是紅菜頭 不過 我真的很少用這個 不是 我還沒見過這個 我也是去到這一刻才知道 因為我真的很少玩生存 這個真的要說真的 真的要說真的 不過 我做這個的時候 我也要做一點資料搜集 就是紅菜頭 有八個 其餘的六個仔 有兩個在對面 有四個在中間 我們來看看 這四個是什麼 挺正的 對了 南瓜 接下來是萬聖節了 有沒有想到Cosplay些什麼 Cosplay一些正氣角色 好 因為我都怕怕的 就是 不要假裝那些 很噁心的 又恐怖那些 又血腥那些 那些 我怕的 我怕怕的 所以不要假裝我的 不要在我面前 假裝我的 假裝一些正氣的 假裝天使 假裝仙子 都沒有所謂 不過應該都不是我假裝的 給我妹妹裝 不過我妹妹都不肯了 不要緊 好了 南瓜 對面有什麼 有西瓜 我不明白 如果南瓜是南面的話 西瓜會是西面 真的好難夾 不好意思 西瓜是南面 OK 這裡有西瓜 即是還有西瓜 即是每個水果 或者農瓶 我都做了一個 logo給他 就是這樣 玩一下也好 有東瓜 南瓜 有西瓜 是沒有北瓜 那大家為甚麼 為甚麼沒有 大家直接想 自己上網搜尋一下 有很多答案 OK 這裡有可可豆 有沒有人記得熱帶雨林的樹幹 即是甚麼樹幹 這裡還種可可豆 可可豆 我沒有說可以吃 我說一年的收成 收成是一些農作物 我沒有說可以吃 所以可可豆 其實都是用來做 顏料 算了 我不明白為甚麼可可豆 用來做顏料 對人看來做 對,有怕顏料是無害的 對 可可豆 有點像咖啡豆 對面有甚麼 有甘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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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吃嗎 甘蔗 是吃得兼飲得的 也是某一種動物 非常之喜歡吃的 我覺得有點像是人為 不要管了 就是pop culture是這樣的 所以 在minecraft裡面 可以變成糖 sugar 就是用來做 用來焗 不是叫焗的 我不明白為甚麼 做蛋糕不用焗的 不要管了 總之就是要糖 這裡是糖 就是 補高糖分 所以肥的人 盡量給面 下小糖 凍奶茶 小甜 酒糖 記得 好了 我們還有兩個動作物 看完 這裡是洗手間 不過很可惜 沒有樂性加咖啡 如果有樂性加咖啡 那為甚麼 因為在年城河站裡面 耕種了些東西 就可以馬上拿去 拿去 拿去樂性加咖啡 來做這個食材 炭竹人近乎零 多環保 真正的環保 不過就沒有 這裡沒有 可惜 不過放心 不過放心 And now 有一個站是真的滿足到這個要求的 叫做滿足到的 所以大家不用太過遺憾 不用感到遺憾或者可惜 稍後大家會知道的 不過我想你們很多人都知道了 不過我稍後都會說 另外 兩個未看的農作物就是 紅蘿蔔 我是甚麼 我甚麼動物 不說了 另外一個動物 最喜歡吃的 不過 我原本以前挑鑫雜食的時代 我好不喜歡吃紅蘿蔔 現在我沒問題 現在我沒問題 好在隻 紅蘿蔔都OK的 有 對正眼好 對正眼好 胡蘿蔔素 OK 對了 另外這個 薯仔 記得焗薯 不要炸薯 因為 炸薯條 如果是油炸的話 真的很不健康 不過焗薯OK的 我沒辦法 大家吃開的都是炸的 還有 還有 薯仔 的標誌 是真的最難畫的 所以 我就不斷畫了 那筆規則的 這個圖形 我都不知道 是甚麼 就算了 不過薯仔就是這樣 我原本想加少許間 上去 不過算了 像素這麼低 對 不過大家看到薯仔是這樣的 沒有甚麼要求 對 這樣 所以 連城河站 就 有一個 耕種 就是耕地 在這裡 不會修成的 其實這裡 叫做 你當剪筆也好 甚麼都好 這樣 有一個主題在這裡 這個站 也有其他特色 我跟你說 連城河站 我們上月台 好 內環 下一個站 是 德沙嶺站 德沙嶺站 真的 我相信你有時間說 OK 不要管了 我們馬上去那裡 德沙嶺 OK 歡迎來到德沙嶺站 我們由這個入口開始看 德沙嶺站 2號線 未來不是的 因為德沙嶺站 因為你看到 15個站 應該 18個站裡面 就是在圓環再加第14集裡面 連接不轉乘的站裡面 有14個 有連續14個不轉乘的站 其實真的悶到七彩 現時是 但未來不是 未來德沙嶺站 這個位置我已經預算了 這個位置 就是未來 會轉成這個 球場線 以及 速管鐵路的 BRAVO線 這裏將會是三線轉乘站 所以你會見到這裏 月台有六個 有六個月台 那麼多 不過 東環線是側色 BRAVO線和球場線 就會是 道色 你會見到很多指示牌 咦 寫了BRAVO線和球場線 不過不要緊 因為 我想早點進去 早點寫上去 我不想煩 所以我就加上一個通告 所以就是寫 本站通告 所以這裏寫著 球場線和BRAVO線 上面啟用 不是指整條球場線和BRAVO線 因為我這裏寫了 本站這個字 所以大家要記得 這個是10套 這裏寫著 明白了 那為什麼說這個站 德沙令站有長時間 第一 剛剛所說的 未來轉乘方向 第二 就是這個站的顏色 是灰色 因為德沙令站 是一個類似銀台的地形 就是比較高的石台上面 這個站 所以我就打算用 就是用類似銀色的顏色 但是聞到用了 所以這裏會用心灰 用這個心灰色 去做這個車站的顏色 也都未至於撞色 也都可以配合到一個主題 好在也都可以跟這個 安山岩呢 我真的不記得了 是不是真的安山岩 去 配襯這隻顏色的 所以你看到不會有很多鮮艷的顏色 在這個站上 這個沒有什麼 但這個站 有很多話要說 這個也是一個 剛剛我說提及到 這一集裡面 有三個站是紀念一位老師 我的一位恩師 文島站 年成河站 文年 這個就是第三個字 德沙令站 郭德字 所以老師的名字 你們知道是哪一個了 他是我數學老師 是我中三的數學老師 是 是真的對我很好 但在我上一次去探望那位老師 就是探望我中學老師的時候 我就被我班主任看回江國玉樹 和華沙三那站 我看到他的名字 很開心 然後突然間 那位老師姓文這位老師 就過來說 喂沒有搞錯啊 沒有我的名字 真的搞錯 好 我答應過他 我答應過他 我會 我會 我會用他的名字 去起三個站出來 我會兌現承諾 我承諾 已經 我的承諾已經兌現了 還要是這個德沙令站 是我在這一集裡面 起過最用心的 我各個站都起用心的 這個站 我很肯定跟你說 是最用心的那個 我起到最久 真的最久 還有這個站 這個站的特色也是最多 為什麼 因為它 是結合我們剛剛所見的 暖山站到 連城河站的所有特色 你見不見到那個 大堂的樓頂 是不是 跟美瑞台站一樣 它是拿了美瑞台站的 的 的 東西邊的大堂的 的結構在這裡 結構在這裡 但是是一個加強版 你看到是高一點的 就是 規模是更加大 好了 跟著你見到 Bravo線和球場線 兩邊的 月台接合位 是用了積步盆的 輪盆 打橫躺到輪盆的結構在這裡 不過那些輪就小一點 不過有四個 四個半圓形 這樣 而這裡 是東環線的月台 所以由 出口進來 就是進口進來這裡 衝過來 東環線月台 是不用經過上落 就這樣來就可以了 那外環呢 另一邊 我們怎樣去外環呢 我們可以走這條樓梯 有兩條樓梯 或者中間的升降機都沒問題 可以去到Maccini這一層 就是角樓 這一層呢 是有 車站控制室 還有 有樂聖加咖啡 不過很遺憾 因為這個站的樂聖加咖啡 就不在廁所 就不在廁所旁邊 好遠啊 不過至少呢 是有一個更 或者不明白 未聞到一層更加大的 一個書架 一個書櫃 好 一層 兩層 再上 三層 對了這樣 三層 你放心吧 你跳不下去 確保你有安全 你的安全著想 不要由這個書架的三樓 就是書架的三樓 不是二樓 哦 跌到地下 如果不是的話 你的後掛會很慘的 有限啊 慘極有限啊 對了 那我們就經過了這個甲層 或者叫角樓 就來到這邊 是有Bravo線的月台 和球場線月台的另外一邊的入口 這邊都有的 兩邊都有 而重點呢 你可以在這裡達到東環線的外環 這邊 即是如果你想過年成河 聞到啊 或者你想去另一邊 搭新華線呢 那你就可以走這一邊的月台 OK 那這邊都有通告了 對 大家都看到 還有一部分的車站的設施 也都放在這一邊 分擔一下兩邊的位置 對啦 廁所 就在大堂的東面 端端 在這個位置 先進去 那都給大家看看 這個球場線和Bravo線現時的位置 即是大家不用理會的 因為通告那裡寫著 不需要 暫時不需要你 球場線和Bravo線的所有指示牌 我先進去的 即是 我不想 即是到將來節目的時候 我想再做 我想先做 即是想方便我自己 那大家不理會他的字 即是大家看到藍色 或者黃黃的那些 不用理會 就只看橙色就可以了 看我最喜歡就可以了 OK 這裡就是 球場線三四號月台 這個位置 我這裡是沒有寫任何方向和 下幾站是什麼樣的 也不用你這裡去華山 真的不用理會 我講過 上面的通告寫著 不要理會他 就真的不要理會他 現在是錯的 先說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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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錯的 OK 不要理會他 真的不要理會他 對 大家被Dislike 即是大家被Dislike的時候 不要理會 不要理會 不過你要給的不要緊 對 那一會兒 該給的 OK 大家看到對面的位置 其實就是Bravo線的月台 那邊是Bravo線 這邊就是球場線 中間接駁的時候會不會有什麼共享路軌 這個後話 現在還未定 記住 現在是鎖了 大家開不到門 也不要嘗試開 因為現在開了對你沒有好處 OK 那我們可以跟著牌 如果我們想踏內環 我們就走這條樓梯 可以直接去到內環的月台 那我還得到另外一邊 很正常 有指示牌看 這裡也有指示牌說 直接去近西華沙 即是那個牌 現時寫著 當然不是啦 未來 即是未來會寫著近東 會去到那個位置 而這個站 又有一件事 真的這個重中之重 就是大家 所有 所有人 轉車的時候 是不需要經過大堂 為什麼 因為我在下面做了一個 日字形的轉乘通道 好多指示牌 我相信這裡過百塊指示牌 即是可能有過百 即是誇張一點說 是真的很多的 一定一定看到的 你現在去球場線 列車即將開出 列車即將開出 列車即將離開 列車即將離開 你看這塊牌 如果你想去東環線 你就看這塊牌 跟著去 就一定對的了 對了 那如果 那那bravo線走這邊都可以 那那那邊 那那邊 那大家真的不用擔心 因為有時候 要分流些人 由不同的通道 去不同的地方 那就 給他一條獨特的路線 這樣的話 轉乘那陣的人流 就沒有那麼容易撞 不會說太多的通撞 還有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德沙嶺站 在一個十字形的站裡面 我就弄了四條的通道 即是一個口字形的通道 大家可以看到樓上的通道 下面也有通道 請先讓車上乘客下車 我們先說完 The outer terrain train is arriving Please let passengers alight first 對了 這個站是有連城河的特徵 就是有 農作物 這裡有其中兩個 我說過連城河那裡有八款 這裡有多少款 這裡有多少款 但是我說過 你在小地圖看到其實這個是 小心列車越越抬家之空規 這裡有其中一個角落 還有三個角落 所以八個 對了 我帶大家走一圈 我們才看完這個站 好嗎 列車即將開出 如果你想讀東環線 你繼續走這邊 多久還要走這邊 那我還是繼續去 大家都可想而知 這裡 如果你是東環線 想轉乘球場 說Bravo的話 就反而走中間這一條 一字形中間這條路 這樣就不會和你撞 一個很簡單 就是一個道理很正的 這裡就去外環 升降機這邊 樓梯這邊 就是這樣 OK 這裡就另外兩款水果 就是有這個 西瓜 有南瓜 這樣 如果想去球場線 Bravo先 走這邊 這樣 球場線 三四 又有升降機 又有樓梯 所以真的大家 不需要擔心 這裡有沒有無障礙設施 這裡是絕對無障礙的 記不記得我們剛才 由這個球場線的月台 對望過去 Bravo線 其實就是這裡 在這裡 我們在 中間 即是一個空間 或閉空間的 底下 這個位 這裡就轉成Bravo線 就是這樣去 那我們現在就去到第三個角落 第三個角落 有什麼 有小麥和紅菜頭 其實都是那隊 我只是跟回連城河的方式去做 對 就是跟回那個 外環 這裡又是外環 又回來這裡 不過我們在另外那邊 我們剛才走過的 外環又是這樣去 OK 我們看最後一個角落 你知道哪個角落 就是薯仔 和紅蘿蔔 先說 我堅持在這裡寫薯仔 我不會寫馬鈴薯 我不會寫地瓜 我不會寫土豆 我在這裡寫薯仔 兩個字 沒有人吵我 不會有人吵我 我相信 薯仔 Potato 不是Potato 這裡下面 就是一個 日字型的轉成通道 就有一點點複雜 如果沒有指示牌的話 我真的很相信 是會當失路的 可能我自己也會 如果沒有小地圖 更加會 所以這裡放指示牌 是真的非常之重要的 好了 我們現在就上回 東環線鏡內環月台 我們去看 下一個站 上回樓梯 因為我們兩層 所以上回樓梯又比較長 這裡 我們去德沙嶺站 我們去下一個站 叫做 陀龍南站 哇 這個站又是一個非常之有意思的車站 我們先去那裡 陀龍南站 白色 這個就是特色 其中一個 但是真的有一個意思 陀龍南站 不是亂來的 也是 真的 首先 我們這一區 我們這一區叫陀龍 就是三點水 做死蜜他 那個他字 那個陀 你們如果有讀過中文 就是龐陀 大語過陀字 其實陀就是有龐陀的意思 這個龍呢 那個龍在哪 等一等 上回去 看一看 我們去去月頭看一看 對了 這個龍呢 有三點水 這個龍 那是什麼意思呢 那是不是又和某道電影有關呢 我必須承認是有的 反正我覺得 是可以在這個字裡面 拿回它的中文意思 再延伸它 是一個非常之好玩的 就是 大家有學到東西 因為我查過字典 龍呢 也都有龐陀的意思 某程度上是有龐陀的意思 那我就想起了 英文 有什麼字是最接近呢 我就想起 Torrent這個字 T-O-R-R-E-N-T Torrent 那用這個是什麼呢 因為 我有理由相信 陀龍這個名 字典 是可以和英文Torrent 同時都有異譯 也都有音譯的元素裏面 T-O-To Torrent的Tor 就是Tor Torrentiート 我拿個龍字 因為根據廣東音 你是跟日文一樣的沒有R音 不懂捲理 那我呢 那需要將R音和L音通音 那我就拿到龍字 加3點水給它 名字就是這樣 Torrent是有急流的意思 急流 喝到龐塘 和白色有什麼關係 白色 水有什麼情況下會是白色 我不計算你落什麼白色染你下去不計 水在天然的情況下有什麼會變成白色 白頭浪 白頭浪是最危險的 也都有這個意思 所以我就把這個站的顏色 改去 拿白色來做財質和 車站的套色 是有這個意思上去的 荷龍南站的結構 大家見到 是一個比較傳統 不過就比較闊 的一個高價車站 這是一個地面大堂 一個高價月台 我當高價車站 因為我拿月台來定位 一個側式月台 一對側式月台 就是有一點點像這個德沙領站的 是它那個月台是模仿德沙領站的起發的 我必須說的是 大家見到的結構 有玻璃 那些藍山中間的幕門後面的東西 其實都是模仿這個德沙領站的 的東環線月台 不是其他 就是它跟球場線未來的月台 那些是沒有什麼關係的 還有大家都見到 剛剛的大堂 有兩個集區 三個非集區 一個類似日字形 日字裡面的兩個口 就是大堂的集區裡面 我將一半的設施放在北面 一半的設施放在南面 大家都見到 因為 南面和北面的非集區是不通的 所以 也一樣 在選擇大堂之前 我們想定要去哪個出口 所以我在月台已經寫定 如果你去CDEF出口 你就走去這個南面的大堂 其餘的 A B E F 咦 大家都有E F 因為E F是中間所以我都會寫 就是去北面的大堂 其實重點是AB或CD 因為E F是中間 我才會這樣做 還有 我想在這個站 給大家看一件很無聊的東西 我們出了個站先 OK 對呀 北面有車站和寫室 南面是有廁所 是有三支 金謝 找人檢查一下是誰起的 先看看 嗚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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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因為他在德沙嶺之後就去新域的一區叫陀龍 我們在南面 即是我們北上 南端這個站就叫陀龍 好 那我們去下一個站 完環 就來完環了 我們介紹那一站 換掉了很久的時間 下一個站是沙丘陽站 又是一大堆的reference 我們去沙丘陽站 英文叫Dun-O-SH SUN 爆炸 我們現在是沙丘陽站 這個站為什麼我會說是有一大堆的reference呢 首先 大家都知道我喜歡一套太空的科幻電影系列 你知道我喜歡哪一個 星字頭 星字頭是墊字尾的 大家知道是什麼 S字頭S字尾的 英文是 那它裡面有一個星球 不是 是一個很遙遠的銀行系 裡面有一個 在銀行系的邊界有一個星球 T字頭E字尾的 那裡有一個地方就叫做Dun-Sea D-U-N-E-S-E-A 是一個海其實它不是一個水的海來的 是沙的海 是因為它那裡有很多沙 好像很廣闊的空間 所以它就叫做C 我覺得這個位置也很像 不過旁邊有村莊 所以在這個洞的站也很正常 我覺得這個規模更加大 因為C是一個SEA 是描述一個廣闊的水 叫做海 那讓它再上一個叫什麼 叫Ocean 羊 我們不會 我們地球 講回我們現在地球是有四大羊的 就是有這個 太平洋 大西洋 印度洋 和北冰洋的 不要把你地理的常識 拋回你地理老師 我還記得 我還記得的 南極海啊 那個不是羊來的 Anatatica Sea Armitterian Sea 那個地中海來的 你摸你老爸那個你就知道了 你不要摸啊 但是這裏是Ocean 我覺得這個再大一點 這裏就引伸到第二個Reference 第二個Reference是什麼 我打開個Tag 大家看到哪個 1234 由我的名字最底數上去 第五個 對了 這個 都算是一個紀念系列的 我會記念這個玩家 應一下他 對了 這裏就是沙丘洋站 沙丘洋站 是用了一個非常之快的速度 起出來 為什麼說快 其實不是真的叫快 是因為我起完陀龍南之後 因為我馬上去建這個沙丘洋站 沒有停過 那時候我就 所以這個站 就是叫做快點 就是叫做起好了 對了 這個站 都是一對質色月台 大家見不見到 嘩 嘩 只是說質色月台而已 嘩 對面這麼遠 中間有一個 嘩 密閉空間 像不像我們剛才說的 德沙領的4號和5號月台中間 就是球場線和BRAVOL線月台中間 都有一個密閉空間 我就是想沙丘洋站 拿德沙領站的這個特色 拿來做他自己的特色 其實我當然說是這樣的 其實我打算呢 德沙領站呢 是把東環線其餘的圓環車站的一些特徵 就套到他那裡 就是叫做一個大集會 但是我順著氣的 就是他會是被沙丘洋站組落成的 所以我打算想找一個叫做反 叫做反參考 就是其實呢 應該是叫做沙丘洋站的密室 然後就給了去德沙領那裡做參考 這樣 就不是德沙領那裡過來的 我真的好想這樣 但是當然啦 時間線是錯啦 那沒辦法啦 那我其實那時候就叫做 在德沙領站那裡做多幾個特色出來 然後給我慢慢的一層擠牙膏去 大家可以看到 大大隻至少要沙丘洋站 下面這裏就不酸洋 這方面我也不要張洋 所以大堂就在兩個月台正中間 這個密室的正常方 放心不會塌的 我這裏弄了很多支架 這裏弄了很多支架 起碼三十幾條支架 應該不會塌的 放心 三十幾條支架 是一個非常穩陣的結構 還有這裏都寫了指示牌 內環走這邊 內環走前一點 過那邊 前面有庫摩台 有洗手間 有樂勝加咖啡 雖然說一階之隔 但也算近 這樣 有升降機 所以這裏就無障礙 我相信是 這裏剛好又連著兩條村莊 那就是有些可以看 有些東西給一些人看 不過我都知道 我都知道 這是一個NR的最大問題 我都知道 這是一個鐵路觀念上的問題 所以 我接下來是有一個叫做 拿中間線的地方 所以大家 所以大家都知道 我不斷把新的分佈 不斷Drop hints 不斷說給你們聽 我想開一個新的分佈 其實是有這樣的原因 只是這個原因 都想配合一些 追開NR的人的想法 也都不會令到我的起鐵路 越起越慢 我只是想這樣的 因為它始終是那個夢想 我的生活日記 就是剛剛你看到 文年德沙嶺這三個站 OK 這一個就是沙丘陽站 我們說了多久 我們說了十個站沒有 差不多了 忽曉山 過了 這是第十一個站 我們跟著就去忽曉山站 就是這樣了 我們看到 不要說錯 因為又是 就是好像一本雜誌 叫做忽然周 那個 大家都不會說錯 英文叫Don Hale 現在日出沒有 差不多日出了 我們待會可以 一直欣賞日出 一直說這個站 就是幾倍入主題 還有一樣東西 因為我們現在用B計劃 所以我們就不能坐車了 一樣東西會說一說 我們去到忽曉山 我們到了忽曉山了 忽曉山你看到了 以橙色來做主題 明顯說日出 雖然朝下不出門 萬下行千里 但是這個橙色 我想帶出這個是一個日出的意思 就是用一個比較溫暖暖色的色系 就是除了暖山之外 這裡我想給一個叫做精神上 精神一點的顏色給你們 所以這個站會用橙色 也都是不是巧合來的 也都是所有出口 入口對著東面的 月台都是對著東面的 有一點點像妝景 妝景也都好像這顏色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東暈線也是橙色 所以這個站真的很慘 這個站真的很慘 這個站在圓環系列裡面 也是最特別的 為什麼 因為我們剛才說的 圓環裡面 所有站不是側色倒色 這些月台都是這樣的 但是這個站 是側色 搭側色 因為這個站 是有兩層月台 一層是外環月台在下面 上面有一層叫做內環月堂 和月台在東面西面 因為我們靠左行的 東環線靠左行 但是我沒有答的時候 是上下答 是左右答的 所以有一點點不同 所以你看到這個月台窄些 下面的月台闊些 但是有件事都要說一說 就是有兩件事想說 第一件事就是日出 神起 神起 神起好像是另一個 樂勝家的賭名 我記得是 都是我改的 就因為不想作名 我才用另一個字 我就是不斷查 我不斷查一些字典 或者典故 我就查到忽曉兩個字 所以我就用它來做名 來叫忽曉山 其實山其實在前面 在我們前面 我不明白為什麼站在高座山 它應該高一些的應該 不管了 大家看到前面 其實是有兩條的側線在這裡 是用來做 bypass的站也好 用來做暫時停車也好 都是這兩個目的 不外乎都是 也是這樣 但是還有一件事 就是 這個呢 就剛剛想說的了 就是沙丘陽站 和忽曉山站中間 的路軌 沒有特別 結構上不特別 但是 如果你們有看過NRO那張 就是在專頁那裡 剛剛的 post那張 東環線的圓形 圓形那張環狀線的圖 你會見到大都會總站的正對面 就是忽曉山和沙丘陽中間的路線 是因為東環線有57個站 不像西環線那個都不算 有36個站 東環線的57個站 對面呢 就是大都會總站的對面那個位 就一定不是圓圈來的 一定不是站名來的 因為單數 那個位在走線 所以我們叫做名義上 如果你由大都會總站 搭車搭到沙丘陽站和忽曉山站中間 就是代表你已經搭完一半的東環線了 這個就是以站的角度來計 因為兩樣東西來的 以站的角度來計 你是過了一半 但是以路線的長度來計 就未到一半 因為呢 我說完這件事 就是因為東環線的數字牌 是有849塊 應該有848塊 不是 是849塊 對 因為由零開始 849都是零 所以數字是對的 跟著 849多850 一半是多少 425 這裏多少 405 所以 如果以路線長度來計 我們未到一半 我們都有一個結論就是 愛還那邊 就是外環就是北面那邊的走線 是相對長一點的 對 那裏站距是遠一點的 因為那裏海底速度比較多 就是 待會你們都會知道 還有我之前都有雜數都和你們看過 對 這樣 那為什麼 好了 那接下來為什麼呢 說外環這裏的月台寬一點 內環的月台窄一點呢 一來是因為上下分別 二來就是 外環 所有乘客都要經過外環 經過外環月台 才可以去到內環月台 那自然而這裏人流會比較厲害 所以我就會把月台加闊一倍 當一倍 就是都1.6倍 所以 人流可以分流到 這樣 那你見到下面有大堂 這裏有兩條樓梯 兩邊有兩條樓梯這樣 中間又塞到一個洗手間 再塞車浸控制室 都是剛剛好會這樣塞的 有時都要做一些規劃 然後這裏有升降機 告訴你哪裏去外環 哪裏去外環 告訴你真的 外環這裏不用擔心 因為 外環那裏上到月台 那裏又有一部升降機 可以去 就是這裏可以直接上去外環 應該這一部 外環上到去之後 那裏有一部升降機可以去內環月台 所以這裏一共會有三部升降機 有不同的配搭 還有 忽曉山站的大堂東西 南北的兩個耳朵 一對耳朵 都有一些種植在裏 有些綠化的感覺 不過如果說綠化的話 接下來兩個集真的要綠化了 不是綠化鴨 是綠化 OK 不是綠化鴨 關我什麼事 OK 我們去賽月台 我們應該去內環月台 那我們也跟大家說回 就是我們剛剛說有第三部升降機 我現在給你看一下 第三部升降機其實 雖然是遠了一點 但還是有部升降機在這裏 在這一個位 為何會說綠化待會才行呢 茂林東 嘩 一聽到這個茂字 茂成茂密 形容樹林的 即是形容一些樹林的樹牌都很密 即是有三眼的 很多綠色 綠色 好我們就去吧 那茂林東 茂林西 因為這個茂林那個位置 都是在陀龍區裡 但茂林這個位置都比較大 所以我分成東西 首先是東 然後就會再回西 先說好 剛剛忽曉山站 就是在NR的東環線 距離大都會最遠那個站 其實都對 這個地形上 地形上 所以如果說東環線 在大都會總站的對面 是有三個答案的 只是看看你想是哪一個 在地形上最遠 在車站上最遠 或者是在路線長度上最遠 這三款 其實應該還有第四款 就是時間上最遠 兩邊的時間有不同 因為路線遠未必是時間最遠 因為如果路線遠的話 你的車速問題 是會有影響到結果的 OK 我們現在就來到 完環系列最後第三個站 就是茂林東站 沒見過綠色 就是我在這個圓環系列裡面 現在就用了 也是剛剛好有樹林在這裡 其實樹林在這裡 其實茂林東和茂林西 有一點謊話出現了 茂物的樹林在哪 茂物的樹林其實在中間 在東和西中間 在東和西中間 那裡的樹木真的很謬盛 還有NR不會在那裡中間起鐵路 因為真的會站很多樹 不漢堡 OK 因為大家知道 有人說發展和保育 是互不侵犯還是說謊 所以沒辦法 我要繞過它 但大家都會看到 就是會看到它的外圍 所以大家都會知道 接下來兩個綠色車站 就是茂林東和茂林西 兩個站一定會用綠色的 你看到這裡用淺色路 茂林西會用深色路 大家都知道為什麼 因為我主張東面 是光明過西面的 不是善惡那款光明的 真的是物理上那款光明的 所以會打算用這套淺色一點 對面用深色一點 還有也會做很多對比的 一個淺色一個深色 這套用倒色月台 那對面用什麼色月台 大家都知道 深綠色月台 哈哈 難的 不是不是不是 它月台才是深綠色的 即是深綠色 它不是 那側色 那邊大家都會看到 那裡還有一樣東西 真的可以做到對比的 就是 還有兩樣可以做到對比 第一 看不見到我們這個車站的天花板 是綠色的 鬼不知天花板 是綠色的嗎 是不止綠色 我就綠化了天台 綠化了天台 放心 是不會跌下來的 這裡見到這麼多支柱 這麼多橫樑 你想跌都幾難 不過下面這裡 下面那裡沒有柱 是因為我把柱 那些橫樑 不斷分散去兩邊的一個 非常鞏固的結構 這個就是一個 好啊 不知科學還是藝科學的解釋 不理了 即是純粹這個 在minecraft裡面的車站設計 這樣解釋 即是除筆而已 不用太認真的 即是有時候有些位認真 這個位 所以這個就是茂林東 茂林東 茂林東就 茂林東西和靈魂板門站 那個規模就相對沒有那麼大 所以它那個 月台和大日堂的接駁 就不會說很多 但是一定有升降機 至少有升降機 還有一些設施一定會有的 但是這裡是有 樂盛加咖啡的 是真的有樂盛加咖啡 這邊 我記得茂林西站也有 待會帶大家看一下 還有 因為不忘一條公式 就是洗手間是在樂盛加咖啡的對面 對嗎 對 就是維持這樣 好了 那我們現在就上月台去看這個茂林西站 我經常都 我真的很怕撈亂 因為我們先東後西 因為那時候介紹球場線是平西線 然後才穿平東 我們會繼續走內環的 茂林東 然後就去茂林西 板門 玉華北亞 即是那時候第一季第十四集完 那時候讀玉華北亞 不過我還沒介紹過 所以稍後會一起介紹 好了 我們現在去茂林西 哎呀 對了 哇 茂林西站這個站是真的有一個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說 我真的沒話好說 對了 茂林西站也是高架站 等等 你現在跟莊敬站一樣 都是在海上面建的 那站 那是不是有大陸類啊 是不是有些會令到牛敦博士 由死去彈起來 罵我那些 不是 不是 我給大家 我給你們看一下 這件事情 就是茂林西站 它是有儲的 放心 這個站 就真是碰海藏的 跟著說 在海中間建站 又不是很合成合理 算是在深海上建站 放心 這件事情 我也有答過這個問題 就是 這個站在淺水區建的 大家看到了 這邊是深水區 就是 有一條車線 大陸架就延伸到下面就沒有了 但是放心 這個站的所有部分 就是下面的柱 都是去淺水區的 在淺水區裡種下去的 所以呢 是不需要擔心的 對 對 這個就解答了大家其中一個擔心線 噢 樂性加咖啡不少就行 哇 這裡的海景更漂亮 很厲害 我覺得 上面就是月台 稍後跟大家看看 洗手間 就放在這裡 因為 過大堂沒有那麼寬 我又放在中間 所以我就打算這樣 我打算這樣放 就是這個位 對 螺旋營 記住大家走到廁所 不要入錯 中間也有一點點綠花 叫綠花 其實都是一些花 哈哈 沒有綠色花 紅色 紫色藍色花 就是比較用一些 冷色再加紅色 當是啦 對 因為這裡比較離岸 所以呢 我打算把這個 出口 然後呢 就全部連過去 東南面這邊 對 這個位 以後有很多發展機會 對 這個位 還有這樣放 那你的車袖控制室 就放在 旁邊 北面的小島上面 對 那個站 哇 那個站在這裡 你看到月台 大堂在下面 樂性加咖啡在最遠 車袖控制室就在這邊 一個比較小 外環列車即將到達 請先讓車上乘客 這算是一個叫做幾大堂式的車袖 我都覺得是 在海中心起 但又至少不會激到 牛頓彈起來 但還有一樣東西我想說一說 有沒有留意到 這個車站是橄欖形 中間是闊 旁邊是窄 看不記得 圓環 就是東環 請小心列車越越台間之空隙 及地面高低 Please mind the gap and be aware of the difference in levels between the platform and the train 為何要抄取特ちゃん那個 độ 真诗 這車即將開出 過馬上去離開 真的真的有人提到廣告 好的 對了 見不記得哪個站這麼像 美歉台站 其實因為就算在這個站在海上 我中了這條柱下去 我覺得如果一個直不甩的站好像不太好 所以我做了一點橄欖型 內環列車即將到達 請先讓車上乘客下車 The inner rain train is arriving Please let passengers alight first 還有橄欖型方便我弄樓梯 這麼窄怎麼弄 所以這樣弄會好一點 所以這個位置也是很難弄的 請小心列車越越台間之空隙 及地面高低 Please mind the gap and be aware of the difference in levels between the platform and the train 好啦 那我們現在就是看今集完環系列最後一個站 就是板門站 列車即將開出 列車即將離開 The train is about to... 板門站 記不記得我們說過什麼顏色 待會我再說吧 板門站是啡色 大家看到了 啊 那為什麼會想到啡色的 這麼黑板的 對 為什麼 板門站 黑板 就是想到啡色 其實這個板門的板字 其實是指著這個黑板印刷 不是不是blackboard的黑板 是中國那些古代印刷水的黑板 那個位置 都是類似木材色的 不過裸心色 所以它變成啡色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這個站是一個非常關鍵的車站 為什麼關鍵 第一 它是令到東雲線完全圓橫的 就是由這個茂林西和玉華北中間 板門站就是擔當著一個橋樑的角色 雖然它本身不是一個橋樑 比喻而已 它就由兩邊路連接 這樣才做到這個角色 第二 它在這個圓橫系列裡面 最後剛剛放到一隻啡色上去 待會我會解釋為什麼 第三 英文叫做 Xilogate 其實Xilogate的Xilo是解角板字 就是板的字根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就是XY字頭 有什麼特別呢 樂性加納鐵現在有194個站 26個英文字幕裡面 有25個英文字幕是有站名的 只有一個沒有 X字頭 所以這個站是有少少的意思 就是想拉上X字上去 內環列車即將到達 請先讓車上乘客下車 The inner rain train is arriving Please let passengers alight first 不信你可以鎖一鎖 不如拿著南門的幾個 Z字 或者我讀Z啦 因為美式口音 Zetuary Z字頭 跟著就Q 正間會介紹到的就是四份盤站 四份盤站 四份盤站 那個就是Quarter Basin 那個就是Q J大把 有Jessica Island 有Jayla 真的很多 兩個都叫多 這個還沒up 應該 那這個 就是坂門站的大堂 就是剛剛整理了所有的次次上去 除了樂性加咖啡 也沒有樂性加咖啡 不過剛才幾個站有了算數了 幕門即將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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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screen doors are closing 好 OK 我們又回來了 現在又沒事了 我們繼續介紹這個站 板門站 它的月台是 大家猜不猜到什麼 月路 樓梯坊中間 就是 倒式 它是倒式月台 那它究竟是高價還是地底 其實同時高價還是地底 有點像銀台 就是 高地上面 就是高地下面建 但是 又去不到像美瑞台 或者高門站 就是 面積又不夠大 只是蓋一點 蓋不蓋一點 所以我們要做少少美化工程 要花多一點點心機去做 多少我就不知道 量化不了 大概是這樣 然後這個位 如果大家看到這個位 就是 我有點花點心機去做這個位 所以就 噢 屎了 不用擔心 我們繼續 好 好 我們繼續 好了 把門 剛剛上面那個 就是一個 倒式月台 剛剛有一個位 高價 然後 地形因為上到頂 所以就會變成地底 但是地底得來 咦 又是天槍 對 根據時間線 這個天槍是模仿揚州站的 稍後會介紹揚州站的 看來應該 噢 糟了 幕門壞了 打蛋 OK 修理回 搞定 因為 納鐵的幕門 離站程序 在大部分的情況下 是不需要找技術人員可以自行修復的 即是你們會按下這個按鈕就可以了 扔下去也有個幾個按鈕 對 這樣 所以這個就是板門站 又跟上不同格式的氣 啡色 好了 我們現在就已經介紹完第二季第十五集的車站了 嘩 感動 滾動 這架礦車的車輪滾著去 滾著去哪 去玉華北 因為我們現在去介紹第二季第十四集的車站 我廢話你 我去到玉華北了 玉華北什麼顏色 紅石 為什麼會紅色 因為北面 是跟我們所解的北面的一個政權 或者一個地點的無關 是因為我想過北面真的是紅色 為什麼北面是紅色 因為我們拿開指南針的北面 指著北面那個都是紅色指針來的 所以我這樣說的 所以南面為藍色 東面和西面就是拿太陽一出日落 我覺得是顏色 就是橙色和紫色 就是有這個reference 這樣的話整件事講通了 為什麼 因為玉華北再加過十五個圓環的車站 就是什麼顏色 我們講一下 我們由ID開始講 好 我們開始由這裡講 白色拖龍南 橙色 葛曉山 品紅色 積布盤 淺藍色 密湖景 黃色 暖山 淺綠色 就是爛戶 茂林東 粉紅色 黃石圓 灰色 德沙嶺 淺灰色 文島 青色 剛剛我說的沙丘羊 為什麼沙丘羊不是青色 其實我就拿海洋顏色 紫色 美碎台 不是什麼台 不是什麼翠台 不是匪什麼台 所以這個是 美碎台 記住 是跟瑞星有關的 是跟某綠色的台無關的 藍色 密湖站 啡色 板門站 深綠色 內環列車即將到達 請先讓車上乘客下車 The innerring train is arriving Please let passengers alight first 茂林世 紅色 就是這個站 玉華北和黑色 煉盛河 剛剛好 大家數到的 全部有得解的 對了 那 玉華北站 是第二季第十四站 尾演樂城那個站 這個最後一個是河會不是這個站 這個站是有兩個大堂的 那這裡是其中一個 有A出口 還有可以連去 列車即將開出 第二招即將離開 The train is about to depart 就是有些像唐龍南站的樣子 就是有些像唐龍南站 但是就沒有 不是說六個 只有四個而已 對了 這裡 那這裡 這個是一個側色月台 部門即將關上 The screen doors are closing 我想我下次介紹的時候 這是沙山廣播 那這裡是一個側色月台 你們大家都看到 兩邊下去 就是 在大堂這個位置都已經分了方向 那給大家看一下 一些出口的 一些 通道 好了 這裡是去CD出口的 就是一個45度的交匯處 45度 45度之後有一個十字型 但是就告訴你CD出口是走哪一道 有箭長告訴你 所以大家放心 不會當失路的 我相信 這裡都可以去北面的 不是 東面的大堂 北面 說錯了 就有另外的車站設施 也有廁所 好了 那我問了 車站控制室在哪裡 其實車站控制室在這兩個大堂的中間 一個角樓裡面 有一個樓底很低的角樓 大家不要砍頭 這裡我加開了一條維修通道 其實我叫維修通道 其實只不過是去車站控制室的意思 不過真的可以 我可以加多一點間隔 真的可以去維修 這個差別 這個位置就拿來做車站控制室 就是偷位 這些叫做簡稱 我們看完大堂 我們就去月台看看 我們去內環看看 內環繼續去 去火徑 去冰徑 其實火徑和冰徑也有些意思上去 等一下會跟大家解釋 我們這裡是玉華北 原本 如果不是因為 我想將第十四集和第十五集 一次過拍片 這個影片 去解釋 這個月台的樣子應該不同 因為大家可以看到 這裡是玉華北 板門 茂林西茂林東 看來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 其實不是 因為第二季第十四集 在這個月台的時候 我根本是不知道第二季第十五集 就是我們剛剛這一集裡面的十五個集 更加不知道是十五個集 那個集名是什麼 所以這裡是會用一個 在月台調板裡面 是全白 即是八字一章 只寫了二號月台和 小心月台空隙 我不會加個請字 因為我不會請你的 你要小心就小心 某鐵叫個請字很客氣的 在某些外國鐵路不會加個place這個字 不好意思 那些英文口音 對了 所以呢 大家看到這個 已經更新了 這個位置 還有這裡是地面車站 雖然這裡是 在地平面 即是水平線上一格 但在馬路低 我記得是低三四格 但還沒到一層 N-O是以十格為一層 比較高的那個位置 即是空間 對了 之後呢 這個位置 也都是玉華大陸裡面 在東雲線東雲灣裡面 是最後一個站 因為我們接下來 是會下去 地底了 真的完完全全地底了 不像美瑞台一樣 是因為有個 是有個高地在這裡 它就好像沉了下去 不會了 它就真的完完全全地底了 因為是火警打後的 我來現在所介乘的 全地底了 請先讓車上乘客落車 The Outerrain Train is arriving Please let passengers alight first 對了 這裡準備落地底之前 就有一個 類似 即是有個 即是有些地面部分 不過是有蓋的 就做了一個 因為那時候 第十四集 來到 玉華北站那時候 這裡是當著是終點站 來的 所以就給到 叉花 叫波口位 是給那些車去掉頭的 不過我當然是沒有用過 OK 對了 那我們接下來 這裡就是 下去火徑州的 即是這裡都說了 是不是 好了 那我們去火徑州了 大家 記得 買一杯冷的 冰的咖啡 還有刨冰的 因為這個浸真的好 耶 好熱了 那一站 我燒完開著冷氣 但是我真的覺得好熱了 大汗打西汗 你們心想當然是 以你這樣的說話風格 話句句扯著說 當然是熱啦 是啊 我真的要句句扯著說 因為我真的 好期待 真的很想和大家分享 就是 我剛剛到過往那個月 起的十幾二十多個站 那個心機和汗水 我真的很想和大家分享 就是 OK的 我沒有問題的 這個就是火徑州 火徑州在哪裏 火徑州就是火徑州 這個位置 哇 連熔岩磚都用了 真的用了熔岩磚 我真的夠膽地做 因為這個我真的要想給大家一種刺熱的感覺 雖然有金磚 只是有錢 用金去起站 才真的來 不用這麼認真的 你可以當是鐵紙黏上去就算了 不用這麼認真和我說 真的用金 不是 不是 所以大家放心 金磚藍磚呢 都是叫財質 都只是叫財質 然後說 在minecraft裏面 就算你用財質 它都 你碰它 是會燒的 會扣 會扣你生命值的 所以你就見到我加一層玻璃 我顧及乘客安全的 在這方面 對 所以會加一層玻璃 所以大家放心 這個站就算多熱也好 其實是看上去熱的 其實都是心靜自然良的 雖然我的心很不靜 對 這裡是洗手間 死手間 對面有車浸控制室 這個站是什麼站 第四類車站 甚至是倒序車站 嘩 我們剛剛過完一大堆 第一類第二類第三類 美瑞台站第三類 對 講了一二三 我們講四 講一下四 所以我們這裡下面 會有一些不規則的通道 就會連到去內環和外環月台 外環永遠都是上層的 大家都知道 這一邊 上層月台 就是一個非常好熱的感覺 然後心想 嘩 嘩 你的熔岩房這裡不會燒死 真的放心 我有查過 我有查過 一些原理的 就是 隔壁是不會燒你的 你站上去就會 隔壁呢 不會 你黏上去也不會 不過應該呢 加回 就是 加回一個廣播 叫你不要 就是 捱住那些熔岩磚 要不然會燒了你的 不是 吃了你的 就是對小朋友說 你不要走那麼近 他會吃了你的 就是這樣 讓大家看看二號月台 外環 就是下面 其實我都介紹過這麼多島嶼月台 其實這個都是叫做典型的 都算是典型的 不過那個材質主題是真的非常突出 因為我真的 沒用過 就是在六聖教訓部 是沒用過 用岩磚 又用這個 就是下屆的磚 就是Network Break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就是這樣 這個 整體來講就是火徑州站 雖然我們現在是走 Plan B 就是我們不會坐車 但是這個我真的要破例做一次 即是接下來我會破例做一次 是因為火徑州和冰徑州中間 是真的一樣東西很棒的 雖然我在行車片段都會 大家都看到 但是我想親自說 我們先上去內環月台 我們不走離站程序了 我們直接去 先說 不走離站程序 是沒有犯納鐵庫 現在我特意不寫上去 因為我就是知道乘客是不用的 所以我不會強迫人用的 我是不會迫人用的 下一站 冰徑州左邊的車門將會打開 下一站 下一站 Icelute Island 在左邊的車門開開 好了 那這裡 就到了 就到了 就到了我想說的地方 大家見不見到一個很開揚的地方 豁然開朗 桃花園記 接下來這個位置 大家見到一個非常巨型的管道 原本有一個很熱的 去到一個很冷的地方 所以你會見到那裡的肉癌 會變成 就是從黑黑地 就好像從地獄上到天堂 那樣 由火焰去到冰雪 冰雪天地 就是Frozenland 不要想到第二道 其實都是類似的東西 因為火徑州 旁邊的就是 對面的一個州 就叫冰徑州 好 是不是突然間覺得整個站 是不是涼了很多 我們剛剛那個站好熱 這個站就好冷 不太冷 直接是有冰 好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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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大家聽聽一點點 不知道 抽了不知道可以不可以 好滑啊 地面濕滑 請各位小心 是的 剛剛好撞正這個廣播 因為我都錄了幾個廣播錄音稿上去 我剛剛入那個指令 他會隨機抽一個 但是這個 剛剛好想跟大家說 這個站是真的滑的 因為我沒有放玻璃 在冰上面 好滑啊 好滑啊 大家不要用來流冰啊 這是一個站來的 不過這個是用來做一些特色的意思 就是 跟那個熔岩磚做對比的 其實應該是這裡跟熔岩磚做對比 因為 這個站是先的 還有一人贏 這個站呢 你看到也有月台吊版 指示版 新的那些 你看到有很多 有很多明體 有很多送體 有很多黑體 有圓體 有黑體 有圓體 有送體有明體 還有送同一塊東西 所以什麼看都齊齊 看到 有黑體嗎 英文也有 OKOKOK 原體 出字是原體 這個站 就是NR殉眾要求 起身站的時候 就馬上下指示牌 新的指示牌的站 就是冰敬州站 在這個位 所以我就想特別強調這一點 第二樣東西 這個是一個賭罪車站 不過這個大家都知道 一樣的 因為冰敬州和火敬州做一做的對比 剛剛冰敬州就在上層 火敬州呢 就是在下層的 這個位置 下層月台就是這裡 OK 這裡大家可以看到 出口有升降機 然後再給你 升降機標 就快點上來 這個位置 廁所也放了在 那個 站的 那個柱的中間 其實我還有一件事 就是 冰敬州和火敬州 這兩個站 我講過是紀念一件事 你聽到冰和火 是紀念冰火 其中一個沙發名 我不說下去了 讓大家自己慢慢想 是拿來紀念他的 究竟他們要紀念他些什麼呢 其實是 其實是我個人和那邊的關係 雖然這裡是有一點敏感的 但我都要講的 就是 就是 就是我都想 就是 記得 都想記得 他們 所以我就起這兩個站出來 就是 起兩個站 是用這兩個名 你見不見到 這個小地圖 就是右上角 那個大日堂的樣子 是I字 是I字型大日堂來的 所以這個是 就是冰 Ice 所以就是I字堂 所以就正說 火敬州的時候 你有留意到 這個大日堂的樣子 是F字型大日堂 大日堂 是F字型 所以這件事 我都給 就是 在這方面 我都會做下去的 好了 我們這個站 因為都有和它做對比 所以你看到這個站 是用冷色系去做的 也有冷的 有冰的 也有非常昂貴的 其實是很便宜的鑽石材質 質而已 大家放心 對 對了 不用這麼緊張的 不用這麼認真的 認真的 認真的那個就輸了 對了 那我們現在來下一個站去看的是 平衡灣站 哇 平衡灣站又有一大堆話說 為什麼 因為平衡灣站又有新路線 等一下會跟大家看一下 新路線是怎麼樣的 平衡灣站也是在出台大陸裡面 即現時為止 出台大陸裡面 最後一個落石 不是 尾爾樂城那個站 最後那個河匯 整天都遺忘了他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真的有慘 河匯站真的很慘 同情一下他 對了 平衡灣站有什麼特別呢 平衡四邊形 不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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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站的月台也是平衡四邊形 大家 看看 這個站的月台真的是 真的是 他是東環線和新的出台線的轉成站 同月台轉成 大家看到 就是同月台轉成這個位置 也是平衡方向的 所以大家看到都是對著同一個方向的 比如是在下層月台 就是這個二號和四號月台 大家都有向著西面走的 所以這個我就會叫做平衡方向轉成 而月台是平衡的 平衡四邊形 這裡 前面和後面是不同的 所以 大家轉車的時候 記得打斜跑 不要打直跑 這樣就不會影響到乘客的轉車速度 是 我就是想影響他的轉車速度 如果你就這樣對面的話 你就直插 90度直插 90度直插 不能插就死人 因為我這樣插 如果你看撞車片 你是會知道 我打橫炒別人的車 就是你車的車頭 對別人的車身 是最傷 所以我會把角度 shift過45度 今天剛剛好 即是shift45度 炒都沒有那麼認 那個momentum 是射了很多力在這裡 所以這個站的轉成 都考慮你們崩跑的力學問題 是有momentum 我有到過物理的 放心 OK 所以平衡彎站 是有這樣的原理在這裡 有一點點這樣的原理 不過是不是 即是我老脆也好 魏科學也好 就是 我想這樣說 對 還有他的顏色 黃色和綠色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不是 有的 有為什麼的 但我也忘記了 哈哈 不是不是不是 因為黃色和綠色呢 這個顏色呢 我想起平衡彎的時候 和附近周邊的地形 在一個叫沙漠和熱帶草原中間 沙漠拿黃色 熱帶草原就是綠色 應該是 其實是 這個原因的 我記得了 是這個原因 才這樣來的 車浸的顏色 也很近地面 所以大家見到 舊式襲擊 如果見到這個位子 上車的地面 我沒有升降機的 因為 地面是走斜路的 以後這裏 又發展了 放心 哎 啊 是的 剛剛講起 因為冰敬州站 是第一個 一起就有指示板 新指示板的站 平衡彎就是剛剛沒有 有些少許可惜的 不過不要緊 因為 樂勝加分部沒有齊指示板 我是不會罷休的 放心 在這方面就 這個 這個真 這個真 而且這個站 又有樂勝加咖啡 大家明白為什麼 因為 比較大型的站 我都會加上去 不過來的這個站 介紹那個站 啊 厲害了 樂環繼續去 沒有那些指示板 所以看舊版那些 不過傳統有傳統的好處 亦都有傳統的價值啊 是啊 因為 我應該拍一個專題 就是 NR的月台吊板 就是叫做月台吊板 那個進化論 由2011年到現在進化論 因為真的好幾個版本 就是我當然記得啦 其實那些世界還在那裡 舊的都還 舊的版本呢 都還存在的 就是 沒有拿出來給大家看而已 我應該會有一天呢 拿給大家看呢 我的Evolution是怎樣 就是給大家 有時候比較後期才認識納鐵的那些 都想讓你了解它的發展歷史 因為說它的發展歷史呢 我可以跟你說半年的 半年中間又有很多歷史產生 就是一個很厲害的curve來的 我們接下來呢 下一個看的站 就是四份盤站 不是四份盤 是四份盤 為什麼 因為英文 Quarter Basin Basin是盤地 所以後面加個盤字 大家要明白 四份 Quarter是四份之一 我就這樣說四份 所以 這個不是讀四份 是讀四份 其實我的廣播那裡 都很清楚跟你們說了是四份的 如果大家在廣播 不明白那個站名怎麼讀 或者那個拼音是怎樣的話 我的廣播那裡的站名 是告訴大家 這個站在NR的角度來講 不是角度那麼簡單 如果是拼字的話 就告訴大家拼音 如果那個字比較冷門的話 我是會 說回字典音出來給你們聽的 是正音來的 沒有冷音的 放心 四份盤 我們現在去了 OK 哇 我們距離剛剛在板門站 我們剛剛距離 在板門站 那個死亡距離 不好意思 我有少少出cheat 有4444米 剛剛好正南面 4.44公里 真的 很不老禮 剛剛好 剛剛說到這裡 又想提回那個 那個死亡地點 剛好 又全部都是死字 唉 我不想扯的 剛好 真的剛好 大家 因為我真的不想在那裡死 好了 那我們到四份盤站 四份盤站 我就拿了這個黏土 去做這個材質色系 就是這個品紅色 我沒有記錯是品紅色 還有是深綠色來做色系 有少少佛味的 尊登的 其實我也想特別強調 因為四份盤站 是東環線的車站之一 也是倒式月台 其實都很明顯 因為你們看到的 升降機和樓梯 都是在中間的 這個不難解 有相片給你們看 就是四份盤是有公園的 有四份盤公園 至少有東西看 這個公園就 就是建公園那兩個人 真的很好人 就是這樣 這麼願意建 就是在一個這麼東面的地方 這麼東北的地方 都願意建一個公園 就是 謝謝他們 對 有這個 新式的出口 這個是一個 新設計的納鐵出口 就是在第十四集才開始出現 這個設計 在第十五集都有 一兩個集出現過 我記得是 黃石原站 是一定有的 我記得黃石原站是有的 德沙嶺站是有的 就是有這些站 我們下來下面 我們繼續講講站 我們講講NR站 四份盤 我也想帶出 這個主題解四份之一 就是這個車站的主題四份之一 我想就 所以你看到 看到車站那個 叫做大堂的頂部 四條式帶 你當四條 有四條式帶 只有一條 是綠色的 有人問 是不是我整站的時候做錯 不是 是故意的 是想帶回四份之一出來 是有四份之一的色條 是不同色的 是有這樣的意思 對 月台更多 為甚麼 好了月台 月台的天花板 又是有四條式帶 這個更加明顯 又剩下四份之一是綠色 還有 有 有 見不見到月台後面 有很多格子 密集恐懼症的人 你不要看 我建議你 教後兩分鐘看 如果有密集恐懼症的人 為甚麼 你們大家見到 其實都是石磚來的 其實都是石磚 是一個石磚樓梯 石磚樓梯 不過橫放 密集放會見到甚麼 你會見到 一個石磚沒有了四份之一 沒有了四份之一格 就是四份之一的主題 是有這樣的意思 想的時候 是要不斷想每一個車站的主題 如何突出每一個車站是不同 就算我是批量地起站 瘋狂地起站 現在速度起站 我都要考慮它的主題 所以這個位置是 都比較辛苦 但是這些是有時候的經驗之談 有些位置是很相似的 但有些位置是很不同的 所以有時候大家經過NR車站的時候 可以留心 在NR車站裡面每一個細緻位 有時候是有我的心意在這裏 在這個位置 好了 又是那些書情文 不要說太多了 因為我們已經 這個片段已經過了兩個小時 好了 我們現在下一個站 就去急流 溪站 不要跟 你想download我的影片 想剪掉那個溪字 我沒有話可說 但是我真的沒有 不是說粗口 溪字 OK 因為我知道有很多人 很喜歡 拿我的廣播去玩 我不要緊 我不要緊 你拿我的廣播去玩 不過有時候 也要做一些澄清的意思 對 雖然澄清是三點水 但有時候水洗都不清 我很慘 網絡問回 好了 我們現在來到急流溪站 急流溪站 它也是東環線和出台線的車站 它是一個轉乘站 但又不像平衡灣站 因為平衡灣是一個平衡 大家都知道 但是急流溪站 是一個十字型的轉車站 其實大家都見到少少了 這個站的設計都是相當複雜的 是真的複雜的 我有少少夠膽跟你說 還有這個站有一個特色 就是每一個 每一層的角落頭 都會拿這個 水 有水 有少少水溪在這裏 是做這個 菌邊 菌邊 原上陰 這個位 那車站的套色 我就會拿橙色和藍色 藍色是解水 橙色呢 我就想拿一個叫做活潑的感覺 就是有些Vivid的感覺 VIVID 所以就 拿這兩隻顏色來做這個急流溪站的主題 這個站叫急流溪站 其實外面是有些比較細的溪間 但是我就想配個有些少快 急流的角色上去 就是這樣設置上去 所以有這個站名 這個站這個大堂也是和東雲線的月台 一樣那麼長 就是204米 所以你看到放了很多東西上去 其實不止的 下面還有一個中轉大堂 就是大家都看到的 剛剛我傳送去那個急流溪站的 因為站間傳送派的時候大家都看到的 不過呢 我們中間有一個東環線的月台 就是島式 但是我們也有升降機 是直接連到去這個 出台線的月台 給大家看看出台線的月台是怎樣 想到最底 其實為什麼說複雜呢 你看到這個完全不熟口臉 為什麼 因為急流溪站式月台 有兩邊的 就是對面有一個升降機 可以直接下到出台線的月台 但是那個出台線的月台呢 是3號月台 現時是落客月台來的 是這樣 有不同的 這樣 這裡直接去平衡彎 就是怎樣呢 就是東環線呢 是急流溪四份盤去平衡彎 而出台線這裡就是由急流溪直接去平衡彎 這樣 就是叫做少少特快 但是我認為是一個D字型的轉車站 D D for Delta 那個D 那個轉乘 而這裡那部升降機可以直接上大堂 和東環線月台 而這裡又有不同了 這裡上不到大堂的 但是可以上到東環線月台 和轉乘大堂 也可以做到疏度的作用 可以上到轉乘大堂這個位 就是這裡中間有樓梯可以去到樓梯 去到東環線的月台 對了 對面也是 但是因為這個出台線的月台是側式 所以這裡是路軌那邊分了兩邊 樓梯分了兩邊 所以這裡樓梯特別多 這裡有兩條樓梯 四條樓梯 六條樓梯 這裡就有兩部升降機這樣下去 這裡是直接的 這兩部升降機就直接下去出台線的月台 車站控制室我就打算放在這兩個路線的中間 這樣 還有有沒有留意到這個位其實是有少少模仿 漫畫站 漫畫站是那個大堂的樣子 是有少少的參考成份 不過顏色各方面就沒有了 那個位是剛剛好相反 好了 我們已經介紹了東環線的第二季第十四集和第十五集的車站講解了 我們現在進入第二部份 現在才第二部份你說慘不慘 就是 出台線 但出台線都介紹了兩個站 還有一個站 就是何惠站 何惠站就是第二季第十四集 最後一個落成的站 等下 何惠站怎麼辦 R E N D E V O U S R E N D E V O U S 耶 沒串錯 Round Devil 好難串啊 不過呢 我就是靠 因為他難串 我就是所以拿他來做站名 逼我 去串對他 就是 逼到我呢 是可以令到我記得這個 就是記得這個Round Devil怎麼串 就是跟Carsing的Catadelfia 令到我記得怎樣串費城的Fladelfia 費城 一樣道理 所以NR站是有這個用途的 還有帶大家學一下英文 Round Devil其實不是英文 大家查一下什麼語言 這個英文字典有 但它的來源不是英文 OK 急流溪站 不是 我對著急流溪站的急流溪 代表我精神開始錯亂 我要快點結束 這個就是何惠站 我們下去看看 1號月台往急流溪 有分月台吊板嗎 我說過了 這個是第二季第十四站 最後一個落成的站 那 冰敬州不是 所以我說冰敬州打後的站有 所以這個站就有 所以這個站就有 何惠 那些英文剛剛好fit中了這個指示板 我做指示板的時候我會做壓力測試 我永遠會做壓力測試 我做這些指示板之前 就是設計這些指示板 叫做設計 我會做壓力測試就是我永遠都會拿最長的站名去放下去的 所以你會看到沒有問題 這個位置是 中文我會拿四個字 就是愛德華州 後山沙咀 傑斯卡州 那類 這裡就寫著往急流溪 因為剛剛1號月台 我們剛剛走到那裡 所以我就說3號月台落下月台 因為小號月台 現在是有這樣的定法 未來我也想跟大家討論一個專題 一個專題就是 將來NR就會正式規範上行和下行的定義 是和現實的鐵路是有不同的 但是又有一個系統出來 所以就是這樣 急流河匯站 河匯站的月台 大家有眼看見也是River Rondeville 是因為它本身的天然河流那個位置 是 是 是那個 有3條河流 在這個位回合 所以是這樣來的 不好意思 OK 還有這裡有點像陀龍南站那個位 應該說陀龍南站 像這個站那個位 都是先選出口 後選大堂 其實那個是通的 因為 如果你出閘就回閘就可以 但是這裡是不通的 這裡是兩個不同的大堂 因為中間有一條混河 原本是河流 有一條混河 是隔開了 所以有兩個大堂 我們現在另一個大堂 這個大堂是有車浸控制室 還有這個 還有一些車浸設施 大家都知道什麼 就是大家這個位 2號月台暫時哪裡都去不到 所以我這塊牌是刺的 什麼都不寫字 當又有新的終點站 就是這裡會延伸的時候 我就會 就是我就會跟大家去 寫回新的站名上去 那個位 當然啦 我學廣告字看 OK 我們第二部份也都說完了 很開心的 很快的說完 我們現在進入第三個部份了 就是第三個部份就是 《律勝加分部》第二季第十四集的 《橫水線》 不要忘記這條線是存在的 我們就由這個 從新湖州站開始 其實原本呢 其實不是謠言來的 是真的 以前呢 就是比較早的時候 NR是真的很想 橫水線 由橫大州站北上那陣 是去杜三州站的 但是呢 一上杜三州站有個問題 就是 就是 杜三州站的衣服的特色 就少了很多 沒辦法 所以呢 我就要伸過來 深湖州站 幸好深湖州站是有位的 所以你看到這裡 深湖州站 就變成群島線 和橫水線的轉乘站 路線圖南華很多啊 這個位 大家知道為什麼了 這個位我不多介紹 因為大家都知道 那我們直接就跳下去 橫水線這個位 這裡有寫 將來有新的知識棒放上去 大家會很明顯 明顯得七彩 當然是 這條通道很遠 不走 我走這邊 走樓梯好些 有益身心 走樓梯走得多 會好啊 對了 不要忘記 深湖州站是因為群島線的特色 它的地下是水來的 所以呢 我們再下去 這個位 就是橫水線的月台 再下 亦都是會用 繼續用這個 水月台的 換言之 第二季第十四集 至少難得 這個站裡面 是用Aerial的月台幕門 我沒有叫錯位 是Aerial 是 因為這個幕門真的很難滿 很難滿 很少可以用 但是 是會用的 是會用的 還有因為 記住 環水線是一個中型鐵路來的 所以這個月台沒那麼長的 不過大家看不出的 未必看得出 剛剛有幾條通道下來 深湖州下來 這個 群島線或者大堂 可以直接下來 這個環水線的月台 剛剛有其中一個 還有兩個 就是這個樓梯 其實我們剛剛經過那部升降機 應該不是這一部 因為我記得是在群島線的上行和下行月台 就是一邊旺燈綠桿的月台 另一邊是去圓坑的月台 都有一部升降機是可以連接下來這個 環水線的月台 這樣 所以大致上 我和我都模仿群島線那款 起法 所以分別是沒那麼大的 和那個圖案 是不會說突然間不一樣了那麼多 即是都拿回那個設計 繼續沿用那個設計 好的 那我們介紹了這個環水線的 自己一個新的車站 就是羊鄒站 我們剛剛提過 哇哇哇哇..哇.. 哇哇 called秦島 為何acă��叫 原送位放到这么高的位置 或在这个台上摘死人 是因为我说过 其实养州站有个主题在这里 养州是仰望的意思 其实有另一个州在上面的叫做虎州 虎陷的虎 站在哪里 那个虎陷的虎 这个是仰望的仰字 所以也都应赌主的要求 在养州的大堂加一个天窗 为何板门站的月台有这样的天窗 其实都是来自这个站的 是这样的 是这样过去的 这个位置 还有我站在这个台上 特意是给你仰望的 仰望的天空 拿回来 这个就是养州站的横水线大堂 就是 大堂 也都一如以往 因为横水线的独立车站 就是单线车站 是行这个预设的人潮管制的 所以你会见到 你由仰州站的入闸之后开始计 和离开车站的路径 是不同的 在那个位置 OK 我们看完月台 所以就差不多完 我们下去楼梯这里 还有应赌主要求 这里是用分离倒式的月台 所以大家看到这个位置 也是用152米的中型月台 即是次标准铁路的月台 是 大概是这个位置 这个 大致上 我想快点完 就是仰州站的大概是这样 不过有一条通道 就不通大堂 就过对面月台 可能给你掉头用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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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休息一会 然后我们说完结果 就会完 好了 那我们现在回来 介绍完这个仰州站之后 即是说 第二季第14集的车站讲解 也都到此为止了 今天真是不好意思 因为Plan B 即是有些效能上的问题 就没有答到车 那我会弄回一个 其实都拍了 接着就后期制作 就拍回一个行车片段 来做这个补偿 虽然我是不是都会弄 因为东环线的圆环 实在太重要了 因为西环之后 东环呢 刚好是在两年中间 即是在前行五差日内落城 所以就 对于我来说 是有一个意义的存在价值 即是那条片是 即是我都可能会加一点 效果上去 即是希望 因为太多 即是那么多站 我即是不是说 即是尤其是开了河 我都不是说 很多时间去做 那个 资讯版 即是虽然可以弄 但是 花的时间会太长 都 但是屏幕就小了 不如我整个拍给你们 即是加一点效果就算 OK 这个就是第二季 第14集 和第15集 混合的车站讲解 我们接下来 第16、17、18、19集 会发展些什么呢 第三季会发展什么呢 又接下来的新分部又是什么呢 大家就请 拭目以待 因为呢 我们只是说起 这几个东西 都够我们玩到2018年 打后的了 我相信是 所以 大家请继续 多多支持 纳斯卡铁路了 我们今天的讲解到此为止 记得沙漠门的朋友 拜拜 请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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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我还在这儿啊 朋友 刚刚是不是有人忘记了答那条问题 是呀 那是我来的 记不记得有人问那条问题 那个问题就是说 可不可以申请大尺道铁路 那真的不好意思 我现在说过这条片中回答你 那答案真的没有 是因为在今年的7月8月我检讨过洛盛加的集体铁路发展 应该由这个大赤道铁路是会改到合作铁路 合作铁路未来会出更多的文件和申请步骤 给其他人去申请 不过初初的申请就比较严格 还有可以申请的人就不多 因为始终是比较新 还有要在这个控制范围之内 因为始终乐盛加在我们这一边 也要跟回规矩不可以乱来的 就是说合作铁路不可以乱来的 所以未来我们会是有合作铁路 就不是叫做大赤道铁路 那个概念就已经过去了 这个就回答你的问题 OK 好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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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